昨晚跟女同事一起逛内衣店 后来老公来接 他把新买的内裤落在车上了 今早我一进公司女同事喊 昨晚我内裤落你老公车后座了 你帮我带过来了吗 真正翻脸比翻书还快的是男人 每次让他少喝点他说 好好好 我一转身他就鸣顶大醉 每次让他用力点他说 好好好 可当我一声哼他就脚械投降 前边的孕妈称完体重报数给医生说 122 我称完体重也报数 100 公斤 老公脸上往下掉皮我说 你就不能擦点油吗 老公翻个白眼说 这叫帅的掉诈 表弟问我 看到同龄人都结婚了 你心里什么感受 我问他 你在考试的时候看到同考常人都交卷了 你却没有做完心里什么感受 他说 会有点心慌 我说 我也是 今天打车说去体育中心 司机马里的带我到了洗育中心 抱着的篮球在洗育中心门口 久久不能平静 是我普通话不标准吗 女同事 问我借了四百 不想归还了 能不能用别的方式来偿还 我让他帮我洗了一星期的衣服 卫生也彻底清理了一遍 教师填进赛 宇文老师跑了最后一名 同学们淘气地问 老师您跑地几呀 老师说 我把前面所有的人撵到嗷嗷直叫 同事送我两只兔子 我每天悉心照顾 同事说 没想到你这么喜欢小动物 闺蜜了解我 哪里是喜欢 明明就是缠人家的身子 哥们把另一朋友老婆勾打了 被追打 边躲边大声喊叫 要不是我守着你老婆 早被多少男子睡过了都不知道 你是希望他和天下所有男子睡 宿舍睡觉一哥们拿把水果刀 到每个人的头上先摸两下 再拍几下 正当我们都被拍醒时 那货又睡了 第二天他说 昨晚梦见吃西瓜 转了好久没一个熟的 有个学弟追我 我和他出去看电影 出来问我 学姐 很冷吗 然后拉开他的羽绒服 我以为他要把衣服给我的时候 他说 你看 我里面还穿一件玉寒内衣 闺蜜 闺蜜回家后爸爸对他说 在外面不要老师让男人付钱 他们买一次单后 不知道要啃多少方便面 于是发了个动态 然后把所有赞成的男生都拉黑了 老爸过来 我刚要过去 老婆道 老公过来 我对儿子说 你妈也在喊我 我到底该去谁那边 儿子说 你应该清楚自己姓什么 你老婆想要和你黑黑的时候 是怎样暗示你的 我老婆都是撇开腿说 来兄弟 加满 在女票家跟女票那个 累得不行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发觉 他爹坐在沙发的一角抽着烟 我就想问问你们 我现在该怎么办 昨晚遇到劫匪 搜遍我全身就要离开 我拉住他 不是说好的要杀了我吗 来杀来杀 劫匪被我馋得没办法 跺跺脚 咬了咬牙就给了我两百块钱 朋友刚谈的女友怀孕了 今天上门赔礼道歉 当女方家长遇见他后 突然听见 老头子 这个比前几个都好 就他了 去超市老大爷问我 小伙子 你交女朋友了吧 你怎么知道 没什么 最近你卫生纸买的少了 你这鱼新鲜吗 活蹦乱跳你说新鲜不行鲜 我老婆也活蹦乱跳的 我就觉得 他不行鲜 只能一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